杨栋梁大学 Henry 杨栋梁大学 文字幕承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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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钟美股专卡 文字幕承识 这个系统,ARES的AI系统和ARES本人一起和我一起做美股节目 早晨,不,HelloARES 是,大家好,我还不安了,让你音乐了 大家好,早晨,都是的,我们现在来着都Halloween 所以现在只不过是这个假期的开始 跟大家说早晨就差不多了,这样也要兜 好,Anyway,美股专卡今天预告一下,我们虽然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还没开始,哎,爆了同事名 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内容有很多 今天真的大家如果想知道美国最新的情报的话 就真的要留在这里了,我们首先讲一讲 因为我看到上一次,两个星期之前,其实和ARES都做节目 之后呢,我也看到有些朋友其实无论是在现场的留言 又或者之后的留言都有问ARES的AI系统其实是怎样用的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问你,即是是不是真是公司 还是你只是自己自私用的,是什么自肥 自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有对外的,即是这个系统 那,未来11月1号呢,我们会有一个公测版 为美股的一个服务,因为其实本身我们已经有一个港股的服务 那,未来11月1号呢,就会加上美股服务 那,即是说,如果你本身是一个trial,即是免费试用的用户 又或者已经本身在付费的,那都会免费有11月1号至12月31号 这两个月的期间呢,都会自动加了一个美股服务在里面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是可以有一个试用的机会 如果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找我? 是啊,你问吧 是啊,我现在,就是因为太多人问,接着我就问了ARES 就是如果真的想试用的,可以怎样去apply呢? 因为我们都好像没有在我们节目里面提过 是否真的可以给公司用,又或者怎样去申请 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inbox我,pm我 我都可以给个QR Code大家,去试一下用ARES的AI系统 就是看一下那些讯号,其实主要用这个AI系统 都是看它那些什么时候会出个信号出来 就是说买入价,放出价,是多少这样 就是这件事就不用,我们人脑不断在那里计算 为什么AI就搞定了,那当然人脑都很重要的 是的,我们现在马上去美股市场 昨晚那个表现又再次都不错了 也算是,三大指数里面两大都继续破顶的 包括有这个纳指和标指,道指都继续上升 就不能破顶,其实是关什么,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就是,有个数据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呢 我就认为会不会是因为呢 就是那个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人数,疫情新低嘛 就是它那边疫情是否在缓和中 是的,其实主要昨晚那个大市声 就是你说标指和这个纳指都创新高 主要其实是有两个因素的,第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 新申令那个失业救济人数那里呢,其实是疫情以来第一次是最少的 就是简单来说,美国那边其实已经由疫情的低潮已经回复过来 那这个其实是释出一个挺大的讯号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它刚刚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那个支出和那个税务方案 那就是1.75万亿,即是17,500亿的一个方案 那就过了,那就说可能富人就可能要加多一点税 那也都有一些回购的税 就是如果假设公司回购股份,那就要给1%的税 那所以令到大家都觉得,即是未来美国的那个库房收入呢 有机会会增加了,即是透过税收等等 那它会透过这个方案,有机会会多了2万亿的一个收入的 那譬如平时都可能有听过就说,可能政府突然停摆 就是美国政府那边停摆,因为要撥款等等 那其实这个情况可能会得以舒缓的 那而这个方案里面呢,其实最大的难关就是 怕那些税不批,因为怕有人反对 那最后其实就达成了共识了 并且那个税务比想象中,其实也不是很多 就是说,收入1,000万美元,年收入,这样才交那几个% 那然后2500万美元,年收入以上,又交了多少几个% 那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允许的,是温和的 那于是大家都觉得,整体的美国经济都可能能够抑制 而美国的那个政府也都站得比较稳定的 未来的那个财务数据 那所以整个市就升了上来 那再加上业绩是漂亮的 那所以几方面令到那个大市是可以向上的 但是很可惜,即是美国那边的疫情可能舒缓着 但是中国内地方面就又开始有些零星的爆发 就是几下单这样,那就是不知道了 但是就未影响到美国的股市 今天我们专注在美国股市 就是要先报一报底先,不小心,就是说了出来 是的,那美国那边就没有受到这个疫情 应该是说受疫情影响,开始慢慢低了 那大家开始可能对市场有点信心 这样之后,再加上收水的那些言论 就是说11月可能是下个月就已经是了 它是减少卖债了 是的,但是都说了很久了 是的,很久了,要消化都消化了 所以就是美国的股市来说 就是继续都会是有这个升幅 那其实现在买什么都可以了 那大市上其实是会整体都会在那个牛市 就是大涨小回的格局上面 就是如果,譬如你看回一幅图 就是如果你说现在画面中,你看到 其实那个黄色线就是用AI 就是我们用机械学习的技术 就希望画一条线出来 就将那幅图斩开上下两半段 上半段就是大涨小回,就是比较牛 那下半段就是如果跌了下去 就会是入了红 那你会见到就是,其实去红的时间 其实是不长的 又或者譬如你看回六、七月每次回调的时候 这里通常都会有些支持的 就是跌下来碰一碰 然后翌日就已经羊竹 已经重拾回升轨了 那大涨小回 是最近九月这里就是说那个股值过高 那然后出业绩,其实不是的 有业绩支撑的 于是就回到牛区 那通常由红变牛这段呢 就这里会有个羊竹出现 再加上裂口 还有带成交的 那就是说那些钱重新投入回 那再部署回 那这个就是刚刚十月头 那就是说其实那些钱 其实是第四季部署回 其实是回到美股的 那形成了一个新的升浪 那叫做,虽然昨晚道指不是新高的 但是其实前两天其实已经见过一些 比较历史高的位置 说的是三万五千八的位置 那现在叫做稍稍回调 那你说是不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买什么都行呢 其实是一个一个浪 那现在刚刚呢 其实你会看到就是 画面中的右边这里 绿灯,然后没有灯,然后现在是红灯 红灯是什么意思 红灯就是说有回调 或者一些获利的压力 一个短线的 那就是说其实现在有机会就是 没有灯变红灯 就是一个小圆顶 出了一点点来 那可能有机会是一个大涨小回 小回的刚刚开始 那就是说其实有机会 未来今日有机会再红灯 就是继续沽下去的时候 或者有少少取消费的情况 可能有得便宜少少给你拿的 那但是你说是否等于 红市又不是的 就是纯粹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那如果最近的支持位 其实说三四九一七这些位置 其实都已经很大的支持 就是说现在其实可能跌五百点到 可能跌两天二百二百 其实已经是叫做调整完成了 那就是说其实那个支持位 其实很近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可以 如果你现在没买的 即是没有货在手的 或者这转星上来没买的 我觉得可以忍一忍 尤其是道指成分股里面 可能有便宜少少给你拿的 那看着大概接近三十五个位置 其实可以开始入手 是好啊 这个就是要等那条牛熊分界线 分界线 分界线 分界 分界还是分隔 分界线 分界线 是一样的 就是 总之就是牛熊 对了两边 看看能不能碰到那个位置 大家如果没有货 就忍着手 如果说到业绩方面的影响 其实主要来说 就是美股那边的业绩 都可以支持着大市 即是整体来说 但是呢 苹果的表现呢 真是忏刺 就是它不是出了那个业绩之后呢 哇 看到那些新闻是 因为营收四年里面呢 第一次顺预期 供应链的限制 令到它呢 损失了六十亿美元 所以呢 它是 即是昨天的盘后是下跌的 但是最后收市的时候呢 现在 不是 是刚刚收了市 之后的盘后 即是现在开市之前 会抵开 就跌了 会抵开 跌了140 现在是147.1的美元 是的 那就是 苹果这个其实是不是真的 大股来说 就不要碰它了呢 苹果来说 那个业绩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 市场对于它的预期是 非常之高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 大中华区 即是中国iPhone销售 其实它在说 是80%多增长 但是其实 都是信预期的 就是说升了八成多 大家都是觉得 不是很足够 就是觉得赚得不是很足够 那么 它有解释的 就是Tim Cook有解释 就是说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令到那个生产的供应链 就暂停了一段时间 一会儿 那个生产慢了 那形成了一个樽颈位 那它出货不够 不够多 那出货不够多 形成那个 撕不到它预期的增长 那这个就是那个原因 所以它现在是需要积极地去解决 那个供应链的问题 就是可能找多些供应商 可能做多些芯片 可能找多几间不同的製造商 去帮它出货 或者叫它起货 那所以这个会是它 就是可能2022年 可能第一季要积极地做的东西 那如果你说股价方面 那因为始终都是信预期 那你信预期 那你信预期就通常有些反应的 就低开了 正如刚刚所说的 现在就147 那152元 这个就是说昨晚的收视界 因为大家都还觉得它本身可以的 那今晚可能下来 那其实刚刚147是什么位呢 就是刚刚牛红分界线的话 就是说145.6这个位置 那就是说现在其实就浪一浪 浪一浪先 就是不会那么快穿着的 浪一浪 那又有个裂口在那 那现在今晚就关键了 究竟145元这个位置 今晚碰了之后 究竟是那些人觉得 就是不要去扔它 就是扔到它跌穿 就是去回红区 还是在那些位置收集 就是究竟如果下了7元 究竟是不是收集呢 那变成今晚是关键 我觉得可以看看 那如果你说灯号方面 就是譬如 它现在没有任何牛市讯号 形态上什么都不是的 那现在纯粹如果你说 看momentum方面 就算昨天升也好 其实电脑是没有灯 没有灯的意思就是说 很淡真词 或者是一个横行的位置 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所以如果今天又下来 其实它也可能是没有灯的 就是说其实叫你观望 就是不是一个向上的 动力或者向下的 动力 可以留意到一晚 就是这个股份 那看看145元是否收到 如果收不到我觉得不要 如果能收到的 如果再出绿灯 我觉得就代表大家接纳了这件事 然后可以做好一点 所以今晚看看大家究竟是否收货 因为苹果这一款 自从我刚才都和Rex说 就是我在出iPhone 13之前 我忘了放 之后它就开始没有升 我是蝕住走了 那既然它现在如果今晚 因为其实它现在开市之前 那个价都近 那个牛红分界线的 那个点的位置 147 145 145 所以就是 其实如果它今晚跌穿了 就是下去的牛红分界线 就很惨了 那就做淡了 是的 可以这么说 或者本身有货的 你可能要减减一次 因为可能如果穿了 通常会怎么样 入红会怎么样 入红就是大回小涨 就是说可能它回一回深一点 然后会反弹的 但很少 那通常一旦出来 就是涂身门开的位置 那通常就会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格局 所以最好不要穿 因为如果这个穿了 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到 刚才所说的 导致可能会回一回 可能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 就会像小米那样 是的 小米 一跌穿了 对啊 美股那边的小米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按过 美股的小米 我先说一把零先 其实会是这样的 如果一把零 港股那边 那么多线呢 港股有个特别分散 电脑画了很多 就是说不断是中线下望下望 就是之前 不断地看淡 是的 因为其实重点位 其实就是在黄色线那里 是的 到现在都没修复到 所以小米其实比Apple 其实是差很远 两只都是手机股 你会看到小米是很坏的 那套 对啊 碰一碰那条线差不多 又回来 然后通常就会伸低 就是碰一碰 然后就伸低 碰一碰又伸低 其实暂时都是这个trend 那所以 阿Bress 你知道我有货 那我希望他 碰一条线的时候 你可以走 现在的位置是23.3 他碰到那条线在23.3 是的 23.3 碰到才23.3 对 一旦才23.3 我真的 那一口气都会碰到 所以这个都 是的 不要吵我太积极了 是的 这个《苹果》 今晚 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 再说这个《苹果》 都刚好好的时间 因为他又近分界线的价格 所以大家都可以 开市的时候看着他 看看之后有什么操作可以做 另一件事 也很大件事 就是 就是年代啊 又或年代啊 这件事 就是Facebook 因为本身Facebook 阿Bress和他第一次合作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说 他很喜欢Facebook 然后那时候都已经串他 你那个年代的人是玩Facebook的 是的 Facebook 其实我也是 但是Facebook 因为昨天那宗大新闻 就是改名 Metaverse 就是交很多元宇宙的元素下去 所以我也想看看他 其实现在值不值得买入呢 又或者有没有一些讯号提回呢 因为始终这个都是一个大的改动 不像小米那样 换了个Logo 那四个角比较圆一点 就算了 用了多少钱 现在别人的名字又改了 Logo又改了 如果你说Facebook来算 上次我们看好Facebook 应该是在说再早两集的 是的 很久了 可能7月8月那些位 当时看好就是说 那个用户增长 就是第二季会是OK的 出来是OK的 到最后真的 那当时有个牛市信号 就在这里了 在说6月17日 那就是有个牛市信号 牛市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说15个交易天之内 有机会升7% 那这个信号出现 就代表可以短炒的意思 就是现在买入一出现 又买入去 然后算三 就是15个天 就是三个礼拜 那就会到目标价 那当时的目标价是360 那最后其实最高是见过380 这段期间 就是在8月这里 那之后就再没有出现任何什么牛市信号 其实那次牛市信号已经中了 无论你拿着也好 或者获利部分也好 那我觉得是要拿到目标价的 要到目标价 那去到之后 譬如去到9月之后呢 就会穿了这个牛红线 你会看到就是 它穿的时候就是一个裂口 再加上一个大成交的沽下去 那自此以后呢 就在红区里面 就算反弹也好 一去到黄色的牛红分界线 就已经阻力了 就是说其实有些蟹货 已经在那个牛红分界线 等着沽下来的 那现在的位置就是342元 那就是说就算 现在就算你买下去 反弹也好 其实大概342元也好 去到这个位置 其实都已经很大的阻力 那为什么突然会下来呢 那原因就是 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 第三个业绩 其实比想象中也是 增长少了 是一个低单位 低商位数的增长 就是说十几个百分比的 的earning growth 那为什么会慢了呢 一来就是那个用户 其实已经很饱和 全球用Facebook的人 已经要用的用完了 那再增长已经不多 说的是六个百分比的 的用户增长 Active User 那然后跟着 现在就说Metaverse 那Metaverse 就是一些新的概念 那其实就要再投放资源 那就是说 它未来的增长 会慢 开始慢慢饱和 再加上它要投放 新的钱进去 那形成就是 Profit Margin 就是那个毛利 开始会慢慢收责的 那也都 就是在第三季 也有说过 就说我们要再投入了 那未来可能会 会盈利上面 有一些改动 就是没有以前 赚得那么厉害的 那于是呢 大家就开始 就叫做慢慢减持 这个股份 那形成就进了红区 那现在的灯号 AI方面 其实现在是没有灯的 暂时 但是你预算是大回小涨 就是如果你有货的 可能你预算会捱 还有弹上来 我都建议可能减回 减回一些货的 可能换回其他IT股 这是一个短线的 但是你说中长线 你说Metaverse 那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整个计划是很长远 其实它现在在做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business上面 business model的转变 和重大的投资 那里面其实Metaverse 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AR、VR 再加上AI 再加上混计算 再引入social的元素 就是社交媒体 再去到e-commerce 再去到可能它自己 会有些crypto的东西 那是整个一个混合体 那你会 那其实本身现在 它已经是做了 比如你去带着Oculus 那可以看着AR 去做 那可能会有Facetime 可能视像会议 在Facebook全部做到 那些社交元素 但是它现在是很散的 它接下来就希望是 合起来 变成一个新的平台 那将这些元素 拆成一叠 那所以是一个叫做 将过去逐小逐小的 成功研发了一些科技 或者product 再合起来 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那是一个很长远的 所以如果你短拆 现在未必是最对的时候 就会买上了 但是如果你中线的话 就是可能它明年 就是现在都年底了 它会明年年头的时候 当它有点头放 有点下过出道来的时候 那可能会变现到 那股价会再做更好的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Facebook是适合 真的长线的投资 因为刚才我们在开节目之前 其实都有看过 这个Facebook 它究竟如果转了 做Metaverse之后 会有什么的一个初步概念图 就是 它将Google Map 又可以加进去 Google Map不是它 Google不是Google Google 我要问 Google Map是不是Facebook Google Map 当然Google 对不对 我想它会不会都加了手 因为本身Facebook 是好像没有Meta的功能 就是地图的功能 它可以用Google的功能 它可以连接到吗 就是譬如你平时 你做节目 然后你选择地点 其实可以回到Google那里 但是在用别人的服务 哦 OK 都会有的 都会回答的 因为它 我就看到它的模拟图 就是譬如你去到某一个地方 你开了那个地图 应该是开了一个相机 然后就会 譬如有家披萨店在附近的话 这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 立体的披萨的图案 在这里 就告诉你 你左手边就有披萨去 这样 就有一些方向给大家看 就是这些就是其中一个元宇宙 会发展的 就是Facebook发展元宇宙 这条路会做的一些动作 那另外就会有一些 再加上好像抄 不知道是否是抄别人的Snapchat 那些 就是将那些样子 有些swap 其实它现在准备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除了Metaverse这个 其实再说一两个月之前 他也做了一个类似发布 他有说过 跟Ray Ban做了一个眼镜 那就好像平时一副眼镜 但是有一个镜头 在那个眼镜框上 一点而已 好像真空镜头那样 那其实呢 他有直接接着Facebook的故事 哦 那当然你的眼镜 其实可以再做其他东西 譬如可能AR Google Glass 其实Google Glass 但是Facebook自己的品牌 Meta Glass 对 对 它有一个新的 哇 那些私隐真的不行 那他又说 如果在录音的时候 那个眼镜那里 会穿着红灯的 哦 那你会看到 现在他的眼镜又有红灯 那就是代表他在录音 那你就进了镜 哈哈 就是现在其实 一间公司好像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接下来有大方向 可能热潮都在这里 就是你说开Ray Ban呢 我真的都不想这样卖广告 但是我本身发眼镜 就是真的是发眼镜 Ray Ban 被我的狗 被我的狗咬破了 哈哈 他不开心啊 Ray Ban不知道看不看到这条片 责任我啊 麻烦你啊 另外 Facebook又说完了 因为都算是比较大的一宗新闻 刚好我们这个美股节目 可以在星期五做 一次个更新给大家听 再看这个AI系统 会不会有些信息出来 就是究竟现在适不适合买入市价 刚才有没有说过目标价 我是没有什么意思 Facebook暂时 你要暂时打一阵线 因为可能都会向下机会都高 哦 这个真的不好 就算有这些新的 就是跟小米一样 又要Tag 有些新的消息 都不代表它会升 那个股价 另外第三样要提的 就是多数 我相信 多数人也是我自己 其实本身看股价的时候 最快 或者看新闻最快 就是Foot图 那个APP Foot图其实都帮了我很多 可以做节目的时候 立刻查一下股价 或者公司 究竟做些什么资料 都很足够的 但是很可惜 其实前几天 我记得做中環财经连线的时候 都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内地那边就是禁的 官媒批评 10月15日的时候 官媒批评 这个富途Tiger 这个老虎政券 这些用户互联网 勸商用户信息安全方面 是否合不合法化 合不合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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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其实 那时候 都是有一个大错下去的 那个股价 但是昨天又 再有新的资讯 那Redstock传给我 对啊 没可以到 第二到 无牌经营 对啊 很严重 那个措辞 那其实 我相信可能是 那个 因为上集 其实都有说过 那个Bitcoin ETF 都上了在美股那边 那其实 如果假设 你试想想 就是如果富途有美股服务 然后跟着 内地人又在富途 又可以买到美股 那是不是有机会 就是这样 可能透过这样的途径 买到一些Bitcoin商品 内地的朋友都可以开的嘛 富途 对啊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变了 变了变相 就用ETF形式 可能有机会接触到 一些Bitcoin商关的东西 而这件事 就是内地现在不批准 背迟了 背迟了 人家那边 封印你挖矿 不让你挖矿 你又买到 那样 那可能这里就 就牵涉到 究竟是不是有regulation 牌照 那他就 出了一篇文 所以导致昨天 那个股价 就在盘前 其实就跌过曾经 最多跌过30% 30% 对啊 曾经跌过40多元 然后晚上开始回来 就收集回跌幅 所以你看到有枝羊竹 最右边 这个位置 底 但是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幅图 即是破了位 其实叫做補回一些些裂口 那你会看到就是 幅图在右边 其实自从在7月这个位置 有个裂口穿了之后 其实是进了红区 到现在还是红区 那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闹 就会是挨价 那整个就是 关于那个 就是7月8月9月 其实就是说 那个内地的那个 叫做 政策上面 就是 无论你腾讯还是其他科网股 那富途也是 那所以受压于这些政策的情况下 所以现在进了红区 到现在都还没修复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这种不要碰的 都是 弹的时候要走的 那譬如弹到什么位置 那就是牛红分界线 就是说91.38 就是你当是92元这些位置 那又是之前试过弹过的 一到这里又是创新低的 那其实不排除都会弹 因为现在其实RSI其实很低的 那弹可能你弹到去 因为这条线下来的 现在就91元多 可能你弹上来 可能只剩89了 就是弹到上来的时候 那所以又会弱 那所以这些股份 就暂时不要搞定了 因为其实都会可能 未来就是第四季 那富途都会可能 被人严密地监察住 那所以这个就暂时 又是叫做 大家现在重点 如果可能弹上来 沽空可能都更好一点 这个牛红分界线 真的很有用 它好像真的 你开了几幅图 每次如果那个股价 差不多去到那条线 真的会在下面一路徘徊 越来越低 创新低 刚才你说那条线的价位 就在九十几元 现在它盘前 其实显示是58.47 58.47 但是盘前 盘前 现在可能就有些动 低了少少 那56.48 你预算是很颓的 是的 但是如果有的朋友 就真的 也不知道 弹上来要走 现在还可以确保住 你现在这个位置 是很伤的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保利口 可能 我觉得75这个位置 又减少 然后你预算弹上 80多又减少 其实都是在说十月头的位置 有可能会看到的 但是辛苦的 你预算是辛苦的 握这只 可能 换去第二只 因为我们下一个可能会推介 是的 另外 但是我也要先说 刚才说到这个Bitcoin的话题 大家应该都知道 美国那边 就有那个ETF Bitcoin的ETF 期货ETF 就已经上了 其实我 因为期货方面 我就不知道怎么搜寻它 在库图上 是不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怎么搜寻 它是ETF 所以其实你应该搜寻 就是普通的一个 一样的 但是现在 如果你在说 你打回它 就可以了 OK 因为我 是的 另外 现在听说 可能接下来有反向 是的 但是代批 是的 但是它还没有 因为始终都 不是每个都像我那样 那么相信Bitcoin 就是有个机会 给你做Hash 就是多给你一个选择 是的 就是有些不相信的话 或者我过于相信的时候 我也要买一点点 谁知道它会不会 突然之间跌下来 Rex有没有看开你的Bitcoin 有的 现在是大概61,000 你自己有没有买 一点点 当我买个六合彩 但是你是不是买其他的不同类型 就是那些什么SOL 那些都有 一点点 都是买六合彩 还是买Squid Game那一款 我昨晚2300% 买Squid Game那一款 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Netflix 那样出现 它那个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你买了这个代币 之后你可以玩它的游戏 那你那时候可以用 那你就可以玩它的游戏 你当我好像入了冒险类型 那样 那你唱那些代币 咦 波露年纪 这个 现在我去那些夹夹机那边玩 夹夹机 所以 其实就是 对了些代币 然后在它的系统 玩回游戏 就会用回 其实好像昨天就是说是秒寿的 就是 那个Coin一出来 然后大家蜂蕊去拿那个Coin 那看看那款游戏 做得漂亮不漂亮 之后 也是玩回那些 好像戏里面那些游戏 所以 其实现在变了 我就是用Squid Game那一款 币来玩 对了 就真的变了现实版的Squid Game 那都很识时勢 那只可以说 是哪个推出的 我没有看到它 它应该是 自己的Game 还是Netflix推出的 它应该是跟Netflix拍的 我不知道 不过这个要再看 我想当然是Netflix 想吃完那条水 然后就出这只笔 我觉得水比真的拍那部剧更好 对了 我上次没有问你有没有看 我有看的 我没有 你没有看 我记得我是跟你谈的 我说我只知道有这些游戏 你可以只是Fast Forward 看中间的游戏 你也是这样说 我记得了 两个星期之前是这样说 但是Netflix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如果Netflix里面 我们其实 如果看回AI系统的股价 那你会看到就是 其实在10月21日 就是上星期 其实已经有一个牛市讯号 当时有一支羊竹出来了 就是说 预期的业绩OK 然后跟着 现在最新的目标价就是699元 就是大概700元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牛市讯号 就是说15个交易天之内 现在其实已经过了5个交易天 所以还有10天左右的有效期 那你预计10天左右 即电脑股算 即未来10天 有机会会碰到699元这个位置 即是说其实如果你现在买 都还有一些税位 699元 那指示位就放在607.5元 你当是608元 哇 差很远 是因为现在已经升了一点 因为现在已经迟了 假设是10月21日出 然后你22日就要买 22日早上就马上进去 现在因为做节目 刚好过了几天 另外呢 你说开这个的话 我又要捉一捉Rest 先 我先有说给你 我捉你什么的 即是我不是这样 乱这样的突然困扯嘉宾 始终嘉宾和我都合作无间 哈哈 因为呢 Tesla Tesla 上两个星期跟你说的时候 我就问你有没有讯号 那你说有 那时候我记得是818元 然后你就说 AI那个讯号 就跟大家说828元左右 就有了 然后我当日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差不多这个价 好像高过了一点 然后我就想 放不放好呢 哎呀好害怕啊 究竟人脑还是AI 准备一点呢 之后我相信自己 我跟你说 一千元啊 一千多 是的 你还少得这么快 你的AI系统 快点解释一下 好 首先我们现在这里分开了 两个 即未来美股会有两个讯号 一个就是牛市讯号 这个是15日的 另一个就是一些形态讯号 可能是头肩顶头肩底 那如果只说 刚刚现在事发这个经过 就是说 牛市讯号 就是说 15日加异天 升到7% 那其实我们透过工资讯号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就是那个投资目标 就是那个投资的目标 那我就摆在电脑上去讨论 就是说 总之你15日给了7% 那我就当你赢了 那我就当你赢了 那我就当你训练好 我就当你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策略 那所以呢 对于他来说 总之他给了这个功课你呢 那其实就已经收货了 那所以究竟到了7% 到了目标之后 会不会再升呢 还是跌下来呢 其实不是他的计算范围以内的 那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 其实已经复达了 我要给他的目标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短线短炒的 那你说之后再升 会不会上2000 其实就没有计算到这个考虑到的 是 那但是策略成功了 是 有没有机会上2000 我自己的分析来说 我自己的分析来说 现在呢 你会看到就 刚刚今天 最右边这里 或者昨天晚上 那你会看到就是 那个绿灯没有了 就是说有机会 可能有个小圆顶出现 小圆顶有可能 是 那你会看到过去 就是如果绿灯没有了 通常都会回少少 但是之后会再升的 是的 如果在牛区之后会再升的 就是这绿灯下面 是 那接着会有红灯的 但是红灯其实所谓的回调 其实都是很少 或者是橫行的 那所以其实我会预计就是 未来 假设你真的没有货 他会可能在横行 就是这里没有了灯 就是说可能有些沽盘会慢慢在 但是等不等于大跌又未必的 那纯粹是那个暂时断了断 因为之前现在很凌厉的 一百二百元那样 那其实可能会暂时 吐一吐气那样 那现在下面 牛红分界线是多少 其实都远的 就是抛来得很远的 大概八百元左右 这个位置 所以现在相对地高了一点 就是跛了上来 那我会就 所以现在才追 就是看完这个节目 现在才去追 有点迟的 因为你怕它绿灯没有了 接着回那一刻 你可能被夹着一块水 那样 但是中线我也是可以的 比如你说 以至到比特币都走光了 因为其实它和比特币的 变化现在很高 因为首先它的商业 又允许比特币去买 买车 另外 接着本身 Tesla也带了很多比特币 所以论价值 只要比特币上 其实对于Tesla来说 估值都应该会上 所以中线我觉得 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否现在 今晚就是一个好时间买入呢 我觉得暂时没有 可能有得便宜些 给你拿 那你说便宜到多少 那800好像太远 那我会觉得 不如这样 它将来的 可能会变成红灯 就是会有点回调 你等它回调 红灯没有了之后 那一刻才会进去 红灯没有了 即是可能有红灯出现之后 是的 然后一没有灯 那一会就会进去 那应该那个时间 会比较得好 因为我其实都挣扎了很久 就是由900元开始 我都挣扎再加不加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它继续会上升 就是你上到900元 你没理由不破顶 但是一直都不敢 然后它昨天 虽然昨天它也是继续在升 但是又有一些水位 不停跳来跳去 很快 是的 它弹得很快 那我又不知道加不加 那现在听完Rex这样的说法 记住有红灯 你告诉我 是的 红灯再来 你预计可能一个星期后 现在没有灯 你预计可能两天再两天 红灯再来 可能是下个星期到 那如果今晚都继续绿灯呢 暂时断了就会先放一阵 它要先回一回气 你看到一断了 它可能要等几天才再去 那就是说现在刚刚第一天 那你可能这一两天 你预计可能是上面震荡 有人可能夹回到990元 不出奇 就是说有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990元我买不买好 我觉得还是红灯先熄了 红灯先熄了 因为有得便宜 这个时候可以信一信AI系统 是的 它会计那个动力的流量 就是究竟动力是向下多 还是向上 现在暂时就 它觉得现在均等了 现在又是在增持 那些人就像我这些想 割韭菜 这个也不算割韭菜 这么高割什么韭菜 就是获利了 之后就走 OS很高 差不多加一了 现在 那不要买了 学八十后港 就是这些很危险 不要买了 但是如果都说一说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是Tesla的后续 就是我都认为 我们这个台的观众 或者玩美股的朋友 很多都很留意Tesla的走势 或者想不想加货 现在买钱不迟 大家都可以留言 告诉我 那我就会尽我可能 不断烦着Rex 叫他每天都给一张图 其实我自己用这张图 你可以自己割韭菜 我自己来 不行 我要不断烦着他 另外 还有最后的一个话题 我也想说 就是 相信如果大家看到 Cover Photo 就是NFT 因为我就觉得很搞笑 这个纯粹是 聊聊聊天的话题 因为NFT 如果给我的话 我自己又不会扔这块钱出来 NFT是什么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 很简单 一张图画 其实可能未必是图画 总之是一件艺术品 嗯 看看你怎样去判断它 其实可以是图画 可以是音乐 音乐 可以是一些视频的影像 总之你是有个人 即是有个人特质性的 其实就可以变成NFT 然后让大家 去用虚拟的镜头 是 其实这个很危险 我觉得 这个举动 因为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也有 和其他嘉宾去研究过这个话题 就是说那些钱 你怎样可以 确定那个NFT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不知道 然后你又用一些虚拟 虚拟货币来付钱 令到整件事就好像 其实艺术品一向都是 我不说那三个字 其实艺术品一向都是很难 有价值的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不说 免得一会儿 门口有什么人等我 我不说 因为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把描写照片 已经把Rex转成NFT 看看有没有人卖 其实如果你说应用性 可以很广 你说NFT NFT NFT 其实就是保障 整个艺术品 或者整个作品 那个人的 叫做copyright 或者paten 因为当这个东西出售了 我当作歌 出售了之后的买卖 其实上面都可以指出 究竟这首歌是谁写的 其实会有一些Roll TV 或者有一些费用可以收发 那变成好像版权费 对对对 其实如果你说 在一个好的应用情况下 其实就会保障到 那个创作人的利益 但是始终 这个可能比较新的 这个做法 我自己就有应用到今次 因为我现在都在做全球比赛 就是说Algo比赛 那就是我们也是全球第一个 用NFT或者Blockchain 去做这个比赛的底层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接下来 会有两个月的时间 是做PayPal trade 就是说 那条Algo 那些同学仔 就写了一条Algo 可能是炒外汇 炒欧罗 那两个月里面 就会用真实的市场数据 就看看哪些 买何时买何时买 就希望赚出利润 那他们那个Trade的记录 其实就会放在Blockchain上 就靠Blockchain去audit 这个Trade 是真实在当时存在过 并不是之后Bad test 就是说马后跑出来的 那就做了一个audit 另外就是那段Code 那段Code 就可以放在NFT上 那就是证明这段Code 是2021年某个同学写出来的 如果假设十年后 这条Algo很厉害了 而有人用到的时候 有人说我想要回2021年 当年冠军那条Algo 我想拿出来试试炒欧罗 这样 那其实当时 如果假设就会用这个NFT 就会拔出来 然后再走 就可以再卖欧罗 这样的情况下 那其实他就会得到保障 就是不会因为时间 而忘记了他的贡献 对 这件事很虚异 真的像元宇宙那样 那其实这个是数据资 就是我们所说的虚异资 元宇宙的东西 就是元宇宙的东西 就是很虚异 就是将虚异的东西 版权化 因为现在我们所认知的 可能是一些书本 文字 这些全部实实在在的东西 其实都不想很实在 我自己说出来 都有一点犹疑 但是anyway 就是你竟然是将一段Code 因为Code 之前应该没有 要有制成品才可以版权化 但是现在你整条算式 其实就可以将它变成NFT 就是用另一个形式 来保障它的权益 这些都是很新的概念 始终都是 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元宇宙这个整个大的方向 究竟包含什么 我相信 我相信NFT 可能未必是这么差的 未必是我所想的洗黑钱之类 之类的 可能真的有它的艺术的价值在里面 今天的时间去到这里 超了事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资料丰富 我们还有很多话题 因为最后的话题 也是 我叫Arrest要准备好的 Arrest的AI系统怎么可以浪费 是否可以放过今晚我们入股 入主美股市场的机会 就立刻看看 信号最近是有哪一种 已经出现了 我们可以做一些操作 我自己可以有信心 或者可以长期留意 就是SE SEA 那个代号 SE C 其实它这个股份是做什么 就是一些新经济股份 它主要有三个业务 第一个业务就是 为人熟悉的就是 它本身是e-commerce 第二个业务就是支付 第三个就是电竞的一些收入 其实你会发觉就会变成 好像阿里巴巴 加上腾讯的游戏业务 对 三方面的结合 其实如果我放大幅图 就是放远一点看 或者我 你会发觉股价很厉害 就是说 如果说2020年 可能仍是三十多元 升到上来 今天352元这些位置 就是差不多升了十倍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它的变化很厉害 那这家公司其实原本就是 就是Head Quarter在新加坡 那属于是一个东南亚的公司 它的市场都是属于东南亚 或者在美国那边多一点的 那所以其实它就跟阿里巴巴 或者腾讯那边就没有overlap 那你当是一个 东南亚的一个 腾讯家阿里巴巴的东西 那它的过去 那个收入呢 第二季季度呢 其实可以说是 160%的增长的收入 那毛利率的增长 也可以去到363% 其实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公司 那收入其实是23亿美元 23亿美元是多少 第二季的23亿美元是多少 其实你看回 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 Google是600多亿 Microsoft是400多 Facebook是294亿美元 那现在狮子是23亿 即是在说Facebook的十分一 都没有 那就是说现在它的基数是很小 那就是说如果它再延伸出去 或者一个商业再做大一点的时候 其实那个空间 其实有很多 所以其实是 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快 就是因为大家预计它 未来会继续维持到这个增长 直至到基数再大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整个股份 都会长期在牛区里面 牛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黄色线上面 现在黄色线就是说327元 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这么强的基本面 其实当它每次跌穿下来 都很容易会有一份新的业绩 贵度业绩 将它拉回上去 所以其实每次碰到 都是有机会是一个牛市讯号的出现了 牛市讯号就是说15% 就好像这些位置 就是大涨小回 小回完了之后 通常就会有牛市讯号的 电脑就是捕捉这些位置 对上有三个牛市讯号 都是在8月的 就是说当时仍然是280元 目标价当然一个短线 就是340多 这里已经有三个牛市讯号 所以假设最近 10月中后巡 有一个回调 看看会不会之后 下来的时候 接近这条线的时候 再勾上去 可能会有个牛市讯号出现 那时候就会是另一个 再大一点的入市位 就是可以买多一点 或者可以真的起仓的位置 就像之前8月头的位置 所以这只股份 是要放在watch list 里面 而且就算你现在买了 我觉得中线看 其实都会是一个 挺不错的投资 那条线的价格是多少 现在是在320出个半 这个位置 但它会慢慢上来 就是随着时间过 它慢慢走上来 可能现在327 可能一个星期后就变了329 因为这样慢慢走上来 就是一浪高于一浪 就是这样来 就像之前这样 这个位置 10月头一次 你预约大概 两个月左右会有一次 碰一碰这条线 然后又上去 然后又会有牛市讯号 大概两个月左右有一次 我就在想 因为现在会不会是等它 下到那条线 比如如果真的330元左右 这个位置 那时候我就能进入 可以 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问 我不知道你对这间公司 最深入的认识是去到多少 因为我在想它会不会像 比如中资股那些 因为它不是美国本身 就是东南亚那边 它会不会像中资股那些 突然有一句说话 就令到它的股价大跌 它的股价会不会浮得很厉害 它的市场就幸好不是很依赖中国 或者完全不依赖 那其实你要看回就是说 如果它讲到游戏那边 其实它有一个自主研发的游戏 叫做Fleetfire 那其实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0亿 在全球第三 那就是并且创下了每日活跃用户的高峰 就是本身所以它的游戏其实是不差的 就是很好的 那另外再讲回就是说 它有个电子竞技赛 就是电竞 那其实它最高峰的时候 可以有540万的在线容去观看那个比赛 嘩 伤害很厉害 对 伤害很厉害 就是不减的 那它现在的规模其实都叫做大的 就是不是小的 那另外就是 它那个e-commerce那样东西 就是叫Shoppy 那在Google Play的下载 其实都是 就是叫下载量 在马来西亚里面 其实叫做第二多 就是在东南亚里面 其实很多人在用这样东西 那你可以当是东南亚的阿里巴巴 就是e-commerce 亦都可以当是东南亚的腾讯 游戏方面 对 游戏方面 所以它是夹杂了 还有支付 它有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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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业务也有很多范畴 是的 所以它的产品是高的 但是有机会 就是它 等它看看能不能碰到那条 牛红价市 330元左右的位置 到时才进入都未迟 现在就先放 因为它现在暂时都 是不是最新的 是绿色的 如果回来近330元 可以第二住 或者第三住 是的 OK 我都密切看实 因为三百多元美金 其实又不是很多 一手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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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购买 其实都不会有肉赤 既然它业务的范围都这么多 现在买公司 最重要 我觉得 它的牵涉 就是它做的业务够多 才可以平均一点 就是一样被人禁止了 之后另外那边都可以继续发展到 我自己觉得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它一样被人禁止了 整间公司都在塌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中概股 是的 最重要是这个 不是中概股 是美国上市的 所以都有一些发展空间 嗯 好 今天美股专卡的时间 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 一起看着我们 嘻嘻哈哈 去做这个节目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跟Rex去做节目 越做越开心 这段时间 尤其你的AI系统 真的带给我很多欢乐 而且我真的很简单 因为我完全懂得用 我觉得自己 因为你没有什么特别 很复杂的一些功能 就是最主要 其实都是看它绿色 和红色那些资金方面 如何浮动 和那条牛红分隔线 究竟是那个 价格是在哪里 看看究竟现在的股价 是在牛红分隔线上面 还是下面 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部署 其实大家都懂得看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AI系统 Rex的AI系统 有没有名字 这个叫AO Summit 有官网 这个 哈哈哈哈 我经常在说 Rex的AI系统 哪个 哪个 AO Submit AO Submit OK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知道这个AI系统的 或者是一些运作方面 运作方面 操作方面 都可以尝试问问我 但是大家如果想试用 那类 都可以找我 PM我 再给大家一个QR Code 可以试试这个AI系统 元宇宙的其中一部分 AI系统 究竟如何行 好 今天星期五 应该来两天Halloween 大家出门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不知道下不下雨 也都要戴着口罩 多人的地方 就注意清洁 哈哈 我说到这里 Happy Holidays Bye 小时 好 我感觉 好 有点 感谢观看